第253章 老殘天善得得B 肥仔被保安台去住院保 收到消息 阿远医生和李青生 他们就纷纷赶来 阿远一来到就质问护士 病人为什么会这样 护士就很无辜地说 不知道啊 肥仔之前做好地地 突然间就变得很亢奋 还按不住那只亢奋 可不可以和人交流 交流不了啊 他已经陷入了自我意识里面 打得安定了吗 打了 但是没用 没用 怎么没用 好奇怪 打完安定 病人还是很亢奋 别管那么多了 跟他去照个MR先 整群医护士人员 因为肥仔无情百事的亢奋 搞到他一个人的头都痕迈 一枕又一枕的安定不断打下去 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而一系列的检查 都是找不出肥仔亢奋的原因 查查监控先 看看监控陆像 看看肥仔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想 都是李青山经验丰富 吩咐阿远 很快 他们两个就在监控陆像那里 找到令到肥仔亢奋的原因 这是什么草 李青山来到花园那里 找到那棵令到肥仔发狂的罪魁和首 接着 他们拍下藤曼的相 发了在他们和罗玉民一起见过群那里 接着他就问 有没有人认得这棵藤曼叫什么名字 群的青柱名字是007的周爱国就说 不认得阿 看个背景像是你们医院是吧 自己医院生什么草 你自己不认得的吗 罗玉民就回覆他 开会阿 大山之一一声说 别玩阿 人命关天阿 我们医院有个病人 好像吃了这棵野的花 现在变得很亢奋 你们有没有人认识那些 搞植物研究的人 帮忙问一下 人命来的 好急啊 驱魔警署局长办公室 周爱国就拿着手机 放大宿世 宿世又再放大 始终都是不认得 而在镇文师的会议室里面 就烟露离满 整堆烟产同在讨论 之前的绑架案 分析天魔教的意图 罗玉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 想了想 就把那张照片转发到工作群里面 手头上的事暂时放下 这张照片里面的植物 你们有没有人认得 而那位友情客串 参与案件调查白正成 看着手机里面的图片 就陷入了沉思 罗玉民一见到白师叔的表情 就知道有行 白师叔 你认得 嗯 这一棵 有些像是千藤草 千藤草 你确定 不确定 我要问问总部的练单 先 而五分钟之后 白正成就给出了答复 没错 就是千藤草 什么千藤草 总部每年提供给你们的万保单 其中主要的原料 就是由千藤草果实提炼出来 不过这一样东西是有毒素 培养它难度很高 但是精神病院里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哎呀 不要理这些了 那万一 五成千藤草的花 那怎么办 这样就要浸在冰水里面 缓解抗粉 之后 由收视 在六个小时之内 逼出毒素 由于事态紧急 所以罗玉民和白正成 就带着几个收视 冲到青山精神病院 在病院里面 李星生按照罗玉民的吩咐 安排人手准备冰水 将肥仔摆入冰水里面 缓起亢奋的情绪 而在大院里面 已经没有了陈卓的身影 他是缩在窗口旁边的墙锅 拿着和总部通讯的大拖鞋 和总部联系 派往地球的001 请求连线总部 总部收到请回答 Over!Over! 太惊险了 实在是太惊险了 001现在怀疑 偷001天线的 老残天线得得必肥仔 是其他星球派来的臥底 他透过001天线 001怀疑他 知道001勇敢战士的身份 更可怕的是 他中午和总部联系的时候 信号出现了異常 被愚蠢的人类发现了 现在已经被愚蠢的人类 抓住实验了 老残天线得得必肥仔 一定经受不住愚蠢人类的 请求总部不要再联系001 必要时一定要牺牲001 保护总部不要被愚蠢地球人发现 001一生荣耀 甘愿为伟大的星球赴汤道火 再疏不辞 Over!Over! 总部已接收001发来的信号内容 经过总部开会一次决定 必要时放弃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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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说话说三次 陈卓扁了嘴 沉重地放下的大拖鞋 想哭 不行 英勇的战士是不会哭的 就算是血流成河 他001 都不能在愚蠢的人类面前 流一滴那么多的眼泪 第254章 毒法 被困在屋外的黄鼠狼 出力地拍到房门 卓宝儿 你搞定了吗 罗玉文的那些来了 快去看热闹 屋内的陈卓 深呼吸了一口气 鼓拋鞋 把大拖鞋放进衣柜里面 走窗屋仔 在另外一边 扮工楼大厅 放了一个大的木桶 桶里面装满水 水上面浮着冰 那个光脱脱的肥仔 就被几个保安 按在水里面 从那些保安濕散的衣服 和周围地面的水池 看得出 肥仔的挣扎很厉害 我好冷啊 啊不是啊 我现在又好热 哎呦我又冷了 妈妈我好辛苦 我不舒服啊 肥仔的惨叫 响到整个精神病院都听到 真是劏猪的声 白星成在旁边 就很正经地问 由五食千藤草到现在 过了多久啊 呃 四个半钟头了 李青山第一时间回答他 患者现在的冷而感 很有可能是因为患者 精神极度亢奋所产生的环角 谁脱了他的衣服的 白星成就看着李青山 李青山很无辜地说 那我以为 医病脱了衣服会好一点嘛 而且他的衣服很骯髒啊 李青山望了一眼 白星成嫌弃的眼神 迟疑地问 要是和他穿饭 面对冰桶里面 白雪雪的肥仔 白星成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简直不忍直视 更加是不想落手 算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接着他咬了咬牙 走到冰桶前面 双手结印 念出风墨奏法 点了在肥仔的额头那里 然后 来到一个很潇洒的转身 来到肥仔的后面 食指和中指并笼 点了在肥仔背后的穴位上 而 内浴文和几个震魂师的收视 就站在白正成的后面 双手结印 一起念引渡奏法 将自己的功力 传送到白正成的身上 而白正成 就是两只手双指并笼 伸入冰水里面 怪不得白正成 会嫌弃除了三个肥仔 事关 他现在的手 虽然在肥仔的身体 各个地方游走 手法极之繁琐 就是这样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白正成 才搞完一大烂餐 把手拿出来 李清山就很心急地 开口追问 谁知白正成一眼 立着他 打断了他的司法 他走一走 打断了他的头 想了一想就说 没理由的 千藤草性极阳 怎么会有阴气 在肥仔的体内 白师叔 这是什么意思 罗玉文就很不明白 千藤草是一种阳性植物 一旦误食了千藤草 阳火旺盛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 会蒸焚抗粉而死 但现在奇怪的是 患者体内 有一道阴气 不但没有蒸发 还可以和极为强性的阳气融合 罗玉文就急地问 是这样 是好还是不好 有好有不好 好的一面是 千藤草可能经过了改良 毒性大幅削减 那不好的呢 李清山忍不住要问 不好的就是 人间界的修士修行阳气 引导看来的阳气为己所用 现在有一流阴气 在幻者的体内挣扎 但就没办法吸收 收为己用 今次麻烦 那怎么办 没办法救了 李清山真是皱眉了 所有人都不敢出声 他只能够叹到一口气 拿起手机看看时间 而这个时候 手机屏幕上面 一条聊天推讯的讯息 就引起了李清山的注意 是他们的群讯息 里面那个叫做陈大师爱图 张悠悠的张悠悠就说 找我师傅 我师傅可解万毒 僵硬石化 李清山呆在原地 老李呀 什么时候还在玩手机 罗玉文很好奇地 瞅了眼李清山的手机 当堂他都石化了 白正成看到他们两个 搞什么呀 看了眼手机 好像云拍不齐 于是很好奇地 瞅了眼 呃 即是说 原来他们做那么多事 都是白做的 个个都有个脑子 为什么他们三个 就是想不到 青山精神病院里面 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陈卓 所以白正成就搞得很尴尬 咳了两声说 咳咳咳 呃 我去看看千藤草 是不是被改良了 接着 他就好无忍地走出大厅 李清山拥了一个嘴角 笑又笑不出 和保安说 呃 这几个 骂回肥仔出来先 凌转身看着罗玉文说 我去和陈谷仁说 呃 不如 我都去 是啊 他们整班人 屎滚滚 赶喉赶命 搞足半天 最后始终 都还要找陈卓来帮忙 呵呵 陈卓不尴尬 就论到他们尴尬了 躺悟了 我会尽快 躺悟了 我会尽快 尽快 我会尽快 死去 我会尽快 吃了 我会尽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